高雄祈山有香蕉王国的美名 在祈山老街上有一家蛋糕店 选用在地的食材 研发出人气超高的香蕉蛋糕 纯手工制作 口感吃起来绵密扎实 而且保有非常好的湿润度 吃起来不甜不腻 香蕉的香气很浓郁 难怪会成为高雄市长 韩国瑜就职大典的点心 另外还有这款市面上比较少 香蕉乳酪蛋糕 结合了两款的乳酪 口感吃起来偏松软 滋味很香甜 是很多人来祈山必买的伴手礼 高雄的后花园祈山 土只好 水只佳 是一片骄傲的净土 民国差不多55年至60年度 那个香蕉就是它外交日本 那几年日本好像一年 还是一个季节 要收购我们几千公斤 或是几顿 几个后柜 所以量多 价钱又好 所以那几年的香蕉 实在太好 过往的外销容景 让祈山享有香蕉王国美名 在地许多老餐饮业者 也与焦农携手合作 共创双赢 像是祈山老街上 这家老字号西点面包 明星商品香蕉蛋糕 许多客人都冲着它而来 前年有了逛这个老街 听朋友说他们的东西蛮好吃的 买回去吃的话 那个口感 那香蕉味很浓 蛋糕的话很綿很好吃 所以今天才会再过来 网络新闻有报道 就是说这边的香蕉蛋糕很好吃 因为这一家好像就是老店 我就过来这边顺便看一下这样子 香蕉蛋糕名闻狭耳 还成为市长韩国瑜 就职酒会的点心 我很感谢我们韩市长 他在选高雄市长 一个迎演机会 来我们祈山勘摘摘 然后我们请他吃蛋糕 当时他没有这么名气 我们也不觉得说 他来吃蛋糕 对我们的香蕉蛋糕 会这么这么大的帮助 老板赖潮敬是香蕉蛋糕的开发者 拥有43年烘焙经验 对原料品质相当要求 跟那个大盘商 想业我们的香蕉 一定要怎么样的程度 他们都要付我们的要求 我们才拿 一定不要说有烂的 或是说有那个 像那个香蕉有一阵子 有运运的 今天也不行 香蕉不止新鲜 熟度也要达标 要做那个香蕉一定熟度要过 比如说我们要吃的时候 也不要吃那么过 可是我们要做蛋糕 它要熟一点 香气才过 做起来蛋糕才好吃 再把打好的面糊 加入搞湿用的奶水 徒手拌匀 奶水有油脂 它打下去 它的品质就不会花起来 奶水不能再打的时间 先放进去不行 奶水一定要用手拌 才会均匀 才不会影响它的品质 跟口感 每个细节都要注意 还得经过漫长的烘烤 烘烤香蕉蛋糕 它的时间就是长 至少要100分钟 它在烤到一半的时候 普通我们的炉 都里面比较热 外面比较凉 所以到一半的时候 要转头 要把那个蛋糕 差不多烤40分钟 30分钟的时候 要再转一边 让两边的温度都均匀 表面绕上诱人焦黄 香蕉蛋糕总算出炉 切开后香气逼人 还能看到丝丝香蕉纤维 口感绵密扎实 伴随阵阵浓郁香 让人爱不适口 它的香蕉蛋糕 蛮有味道的 味道还蛮浓郁的 所以我每次来老街 都会来这边买 最主要就是买蛋糕 赖朝靖和弟弟 不断发挥烘焙专长 开发经典香蕉名品 把香蕉和乳酪结合 这是我弟弟他研发的 我们的招牌是香蕉蛋糕 后来在两三年前 退烧比较不这么好的时机 我弟弟他的研发 这个香蕉跟乳酪 它是香蕉蛋糕的口味 来加乳酪会更加绵密 为了做到理想 研发阶段时经过无数次改良 其实它也不好做 做的时间又慢 慢没关系 如果是有销 销入好的话多一点工 给客人吃的好口味 也是很好 香蕉乳酪蛋糕 是市面上少见的 清乳酪蛋糕口味 香蕉甜香和乳酪奶香 又如天作之河 滋味松软不腻口 成为游客们来骑山的 必买伴手礼 除了香蕉味之外 它本身的口感有没有 不会很甜 很少见到这么好吃的蛋糕 菠萝泡芙也是在地民众口碑推荐 每天限量烘烘烤供应 一定要用那个奶油 进口的蠔油 然后再加糖 加面粉 它的比例打好它的软度 让它跑起来 扑在上面 上面一层就会输 内输外软 中间有空心再灌馅这样 吃起来就特别好吃 馅点馅罐馅 有香蕉 草莓 巧克力等多种口味 一颗颗金黄泡芙 外皮喷香酥脆 切开来是饱满丰盈的内馅 外层香酥 内里香甜 让人回味无穷 民国68年开业至今 老店响亮的金字招牌 是骑山老街的指标 赖潮近奋斗大半辈子 身体状况已不如以往 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香蕉蛋糕永续传承 因为香蕉蛋糕 其实很多人都在 都在想要做 做不来 因为它的技术层面 也不是很好学 所以骑山老街店 只有我们做香蕉蛋糕 希望我们一直 保持着好口味 好口感 然后再给我们大多的 有口福来 透过香蕉蛋糕 让更多人认识骑山小镇 也期望这一抹好滋味 能发扬到台湾的各个角落 甚至是更远的世界各地 然后再给我们做香蕉蛋糕 然后再给我们做香蕉蛋糕